这首既供活活资讯 调记爱你入谷 一首日语的老歌 语记正果味 如云烟转圣日子流浪无了时 觉悟性命真正意义修道苦脱离 老师告诉我们 往事如云烟啊 转圣之间日子就过去了 流浪生死的日子没有了时啊 要觉悟性命的真正意义 只有修道才能脱离苦海啊 堂堂正正因立志 化暴力为详气 坐着一个坐着一个坐着一个 立人立己 技工好徒弟 堂堂正正的好男儿 应该立定志向 化暴力为详气啊 改恶向上改邪 挥阵 苦海化为莲花帮 做一个能够立人又立己的 技工好徒弟 第二段 自我修辞 重在平凡 当中显珍味 重在明理 不在兴起 此时日是良机 自我的修辞 自我的修辞并不是在外在的彰显 而是在平平淡淡当中 淡中方显真正的滋味啊 着重的是明理的修辞 而不是在追求新奇 追求显化 标新利益啊 此时正是大开谱度 修道半道的好机会啊 劝着世人 有时候要费尽心机啊 万般的辛苦也不推迟啊 学习先博搭帮助到的精神啊 诸天先博搭帮助到 也是淋漓尽致啊 我们受一点劳苦也不怕 啊 世人来看 好像大家都追求自己的幸福 修半道的人 好像一直愿意付出 有点吃傻啦 但是啊 没有关系 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啊 回头顾善慈 好好的顾守自己的善道啦 折善而顾执之 第三段 实现着万家生佛 圣中追远利 离义廉子苦心度化 四海为道师 我们在做的就是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 叫做万家生佛 家家弥勒愿 人人净土心 能够成就这个佛国净土在人间啊 要圣中如始 则无败事啊 圣中就是能够始终如一 实之一圣啊 能够追缘 考虑久缘 人无远利 必有尽忧啊 也是缅怀 缘就是 古圣先贤这种得责啦 能够追随这样的一个 圣贤的脚步 离义廉子 来苦心度化成全大家 懂得离义廉子 离义廉子 国之四为 四为不张 国乃灭亡 能够四为张贤 这个道德就高尚 四海 九州万国五湖四海 去弘扬真理大道啦 自立自眠 救自己 岛人返乡离 躲劫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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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德树立 信愿正果位 我们要自我砥砺 我们自己性命要自己来救啦 就是自信自度的道理 正极而成人 也要懂得去引导大家 认识自信一点真啦 回归无极离天 故家乡 这个返乡离 离人为美啦 也可以说 我们的自信 就是我们的归一处啊 那么导人返乡离 就是引导大家 回归自信 能够回归自信的净土 要讲躲劫避难 就赶快树立功德啦 要想了结 我们累世的罪债 唯有功德能够消啦 而且功德具足呢 无形当中化解劫难 信愿正果位 也就要靠信愿行政 来得正果位啦 信愿行 是回归天的三支粮 有真信 有切愿 有实行 最后的结果 就是圆满的 正果位 寄功活活直讯 调记爱你入骨 与记正果位 如云烟 转瞬日子 流浪无聊时 绝无心明真生意意 修道苦脱离 堂堂堂难而迎离之 花宝离为香气 做着一个 做着一个 做着一个离人离之 寄功好徒弟 自我求此 总在平凡 但总现真为 总在命迪不再兴起 此事是良极 却泽是人 悲心心 万般不退迟 祖先大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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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苦天使 谁在弗之 回头古山迟 自立自眠就自己 到人方向里 多解避难 多解避难 多解避难公德书里 心愿争过为